但是这种东西如果你用背的话 你恐怕会很辛苦 其实主要是了解 那另外呢未来 如果你遇到那种很冗长的公式 其实有的时候它并不是一次就做完 它是分阶段做完的 你可以分好几个阶段来做 它没有一定规定你一次就要做完 那要怎么做才能够把这个结果给做出来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结束日期 那这个结束日期其实是相对于什么 这个开课日期的多少天之后 那多少天之后呢 是由谁来决定呢 由这个C04来决定 那C04呢因为我必须要先查出来 到底就是说它的这个班别 总共是会有多少个小时 那多少个小时 因为一周呢是三个小时 所以必须要再除以三 为什么要去 因为一周除以三 一周那我就可以算出有几周了吧 对不对 有几周 可是这个开课日期本身就是第一周 那第一周必须把它扣掉 所以你必须呢 它算出几周之后 你再把第一周扣掉 所以减掉一之后 最后呢在乘上七天 一周七天 那你就把这个开课日期 再加上算出来的结果 实际上呢就会是那一天了 OK 应该懂我的叙述啦 OK 所以我们可以慢慢推理 再慢慢来做 如果你的逻辑是对的话 那你做出来的结果应该就不会有错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样算出结束日期啦 也许你可以 但如果你不太熟 你可以在旁边先做过 比如第一个 你要先查出什么 假如啦 你要先把这个C04 底下的东西全部查出来的话 那你可以从开课班别里面查 它的资料在这个 班级代号 可是你要查的是实处 那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 当然你可以知道 假设你先练习 在F2里面 插入一个函数 那如果你要查询的话 在目前用的最多 Excel里面 查询函数用最多的 一定是在检视与参照里面 最下面这一个 叫VILO函数 这个VILO函数 在工作上用到的几率 非常非常非常的高 OK 如果你不会用VILO函数 查资料的话 其实很多地方 你的效率 基本上 就一定会非常非常的差 为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按确定 那怎么查出来 第一个 他会问你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如果有VALUE 那当然你要查什么 你告诉他 我要查班别 在哪边查 底下第二个问题是 Table Array Table Array基本上指的说 那你的那个表格在哪里 意思就是说 我在开课班别里面 会有一个表格 那请你选的时候 一般不要把栏位名称 当然这个是一个对照表 可是请你不要把栏位名称选进来 其实在栏位名称下面 从A2一直选 选到哪里呢 选到C的15 这个范围 这个指的就是我的对照表 那也就是说我将来 我这边有一个什么 我有一个C04 他会在这个对照表里面找 找哪一栏呢 找第一栏 这个对照表里面的第一栏 他会接下来问你 第三个问题是 那你找到了之后 请问你要把哪一栏的资料带回来 那因为这边有第一栏 一定是查 查一定是查第一栏 这边有第二栏 这边有第三栏 那我希望把第三栏的资料抓回来 所以你告诉他说 那你请你帮我把第三栏的资料带回来 OK 那第四个问题 他说那请问你比对的模式 你是要非常精确的呢 还是只是找接近的 那通常我们是精确啦 除非说你找不到 他会找接近的 所以这边基本上 我们就输入什么 输入3 精确的话是0 那如果说你找不到 找接近的话 这个值给1就可以了 好 那你又给正确的 这个相关的设定按确定之后 你会发现30 那当然底下有没有 你会发现把他向下填满 他会全部都帮你抓到了 那不过有一些 我看一下 其他这个地方 假如说 这个not available 表示说 还有一个地方特别注意 因为我向下填满 所以这个范围怎么样 必须怎么样 把它锁起来 否则你向下填满 我们前面讲过 那个列号会增加 有没有 A2会变A3 C15会变C16 可是问题范围都固定的啊 你不能因为向下填满 你就增加 所以按一个F4 当然比较精确的啊 其实是按两个F4 其实只要锁列就好了 为什么 因为向下填满是列号增加 蓝并没有增加 所以其实基本上按两个F4 按确定 那把它再向下填满 那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呢 他就会帮我把每一个 班别 他到底开课时数 是多少个小时都查回来 可是问题还没解决我们的问题啊 那我们是要怎么样 知道他几个小时 那你可以再把这个几个小时里面做什么 因为我必须除以什么 除以每周三个小时 所以除以三 除以三之后的话呢 你把它打勾 有没有 那就是有几周呢 有十周 那可是问题啊 十周 因为第一周已经算了 这个第一周 所以你必须怎么样 再把第一周给扣掉 所以这边的话必须怎么样 把它最后结果再减掉一 打勾一下 意思就是说 在这个日期 在九周之后 就是我没有日期 那九周 可是我要把周变成天的话 那怎么样 再把这个 记得哦 再把它怎么样 因为先加减后乘除嘛 所以先减掉之后 再乘上七 打勾一下 六十三天 有没有 所以呢 这个就是我们要的 六十三天之后 那可是你会想说 那六十三天怎么算 其实特别除以 日期 它本身其实也算 其实日期本身呢 如果你把它按 把它改成通用的话 它本身 其实在存在 以上里面 它也是一个数字 那这个数字怎么来的 基本上它是跟 1900年的1月1号相比 相差几天的意思 所以你会发现 它是四万零三百六十二天 表示它跟1900年 相差这么多天 那越后面的天数 是数字越大 所以基本上 你只要怎么样 把这个数字 这个数字怎么样 再加上 所以等于 这个后面等于 这一天 再加上什么 六十三天之后 你把它打工 它就会是结果了 9月10号 OK 可以懂我的意思了 只是因为 我们最后 假设你如果格式 是通用的话 它会是 这样一个格式 就是跟1900年 相差几天 那我们可以把它改什么 改一个格式 它预设里面就有一个格式 所以这个格式 那你可以把这个格式复制一下 贴过来 有没有 这个格式就过来了 它格式就可以跟前面是一样的 OK 好那所以 最后当然如果说你要把这个公式跟刚刚全部一起拼凑在一起的话 其实也很简单 你可以把这个做完之后 把这个公式不包括等号的部分剪下来 然后取消一下 跟它复制一下 复制 然后再取消一下 移到这边 等于什么 这个C2加上 把刚刚的公式贴上 这样一个打勾 答案就出来了 OK 所以基本上 有的时候 假如说你的公式 非常的冗长 当然你可以不需要一次就全部做完 你可以先做一部分 再做下个部分 最后做出来把它拼收在一起 答案就出来了 不过这个可能要练习 因为可能你们在 就是做这个公式过程当中 只要差一个步骤做错 好结果应该就没有那么顺利了 OK 所以 所以把重点回顾一下 一 我是先在这边做什么 用V盘数 去找什么 找刚刚讲的这三个 对照表记得是 不包含蓝位名称 OK 记得先把它锁起来 如果你没有锁它向下填满 会错 把查的话 查第一蓝 带回来是第三蓝 比对方式 我们用完全比对好了 用零好了 OK用零 因为理论上应该都会有一模一样的东西 OK按确定 第一个就做出来 第二个的话就是在后面除以三 因为每一周 有三个小时 再把第一周给扣掉 因为第一周已经就开课了 然后再乘以7 最后算出来 OK 那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那这一题 这个部分应该是这一题最难的 但是在一般工作上面 或者在做一些研究的时候 其实如果你要统计一些资料 或查询一些资料的时候 用到V的盘数的几率 其实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如果你不会用这种方式 在查表的话 那真的很麻烦 切来切去 切来切去 其实就非常的花时间了 尤其有些事情 土法链钢是绝对做不完的 OK